每到夏天就是要到海邊 除了有陽光 沙灘 當然還有火辣 衝浪妹 但台中一名25歲女子 上個月到宜蘭衝浪 一個不小心掉進海裡 沒想到隔天手卻變這樣 因為患者她大概就是 敘述說她在衝浪的時候 掉進水裡 突然間覺得她的左手的手腕 覺得有被刺傷的情形 那上岸其實就有感覺 應該是被水母遮傷 只是當下的病灶患處 沒有這麼嚴重 所以她不以為意 以為沒什麼大不了 結果手腕卻冒出一堆水泡 女子嚇得趕緊就醫 經診斷是被水母遮傷後的 過敏反應 那因為水母她有一些 刺細胞的情形 如果接觸一些酸鹼質不對 或者是濃度不對的水 會誘發她毒刺 射出毒液 所以目前建議還是先以海水 跟海水一樣的那個水去做局部清洗 那到醫院去把一些裡面的刺移除掉 方間床蚊遭水母咬傷後 可以用尿液消毒 醫生表示千萬不要這樣做 因為會有感染風險 因為水泡的面積目前看起來 是已經蠻多處的了 有一些已經自己破掉 有一點化膿的情形 所以我們通常還是建議 就是起水泡的狀況 如果面積比較大 是到醫院來用一個無菌的防水碼 引流出來 會比較好照顧 當下還是要觀察一下 那個患者本身有沒有呼吸急促 心跳急促的情形 如果沒有這些危急的狀況 大概一兩天內就醫都還算OK 那如果傷口的面積很大 那比較擔心有破傷風的狀況的話 當然是盡速就醫處理傷口 那注射破傷風的增劑會比較好 台中榮總毒物科主任毛彥喬表示 全球水母估計約1萬種 對人體有害的約有100種 主要分布溫熱帶海域 受到地球暖化影響 水母生長範圍也變廣 其中又以立方水母和森茂水母最舉毒性 台灣周邊海域都曾出現過 由於被咬傷後會出現紅腫惹痛 除了會有水泡 部分則會出現現形纏繞傷口 醫生建議可先使用大量海水 沖洗傷口附近的殘餘觸角和刺絲包 降低毒性殘留 儘快就醫 經過半年追踪治療 直到康復為止 醫生表示 還好該名女子水泡恢復狀況良好 只是疤痕恐怕得花段時間才能消退 因為傷口蠻淺的 疤痕大部分最主要還是以色素沉澱為主 色素沉澱大概一兩年都一定會退 春天夏天比較常見就是一些影刺蟲 毛毛蟲引起的一些過敏反應 外觀形態臨床上也都會蠻類似這種 紅腫發水泡的情形 只要沒有全身性的呼吸急促 嚴重的過敏反應的話 一般來講就是到診所去 皮膚科就醫是OK的 醫生建議不管到海邊或是山上避暑 千萬要謹慎小心 做好防護措施 穿着長袖衣物 倘若遭動物藥傷一定要趕緊就醫 不要自行亂塗抹藥品 地方周星台中報導 無論如何都可以了解